你有无数的理由去喜欢一台Mac 你也有无数的理由去讨厌一台Mac 但无论怎么说 苹果还是保持着它的节奏 不断地在翻新这条产品线 那M2芯片的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我对它没有太多的抱怨 尤其是MacBook Air 我觉得优秀的外观设计 强劲的性能 并且考虑到它们的价格还有体验 我觉得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相比于M1 M2性能的提升 我觉得远没有从英特尔 向M1转变时候来的那种惊艳 所以M2 Pro和M2 Max 也是一样的 我对它的性能提升并没有特别高的预期 苹果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你可以看到在官网上 它的宣传页面上用作对比的 还是英特尔时代的产品 都舍不得把这个M2芯片拿出来比一比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代产品的受众 更多是那些没有拥有M1 Pro或者Mac的用户 至少我们自己今年是不会升级的 反正我不想再当你自救态了 应该吧 当然除了这两款芯片的M2P 苹果也更新了Mac mini这项产品线 有意思的是从M1芯片 现在变成了M2还有M2 Pro 作为一台当前我认为 性价比最高的Mac产品 有一些应用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 也值得和你分享一下 目前的Mac产品现在进入了稳定更新的状态 所以在外观方面你真的不能指望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新奇的亮点 只能说新款的MacBook Pro的设计 又是我们库克老师一次供应链管理就要学的优秀案例 当然现在的MacBook Pro的外观和硬件 说真的我不是要抱怨它 我觉得还挺好的 mini LED的屏幕 MagSafe 更多的接口 唯一不够Pro的HDMI 2.0 现在也升至到了HDMI 2.1 而且不需要雷利口转接 就能够实现8K 60Hz 以及4K 240Hz的显示器 实际体验中 不仅能够跑满一些高刷新率的显示器 没有问题 同时它也支持VR可变刷新率 能够降低画面的延迟 还有撕裂 这都有感知 当然屏幕上的小刘海 现在还是没有Face ID 我觉得我还真的挺需要它的 但是你看 现在占这么大一块地方 几乎都快是iPhone小岛了两倍了 还是只栽了一颗1080p的摄像头 和一些传感器 就哼 续航相比上一代 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16吋的MacBook Pro 拥有了22小时的视频播放 以及15小时的网页浏览 在笔记本里面应该是独一档 也是史上最强的MVP的续航表现 真的还是挺猛的 同时它也支持了6GHz的WiFi 6E 以及更低延迟和功耗的蓝牙5.3 相比主流的2.4GHz 还有5GHz的WiFi 6 WiFi 6E有着更大的带宽 更低的延迟 虽然现在还没有普及 所以实际用到的概率不高 但是你也看得出来 苹果对于Mac端的无线传输的重视 毕竟现在苹果的无线生态体验 还是要依靠这些传输硬件的支持 才能变得更好 所以要想在茫茫Mac之中 你要让人一眼能够看出来 你是尊贵的M2MacBook Pro的用户 就是这根数据线 你没顶错 只有它 现在它的颜色和机身颜色 做到了统一 有了白色还有灰色 而不是像上一代那样 只有一个白色 同样在Mac mini产品线上 你要想别人知道 你是尊贵的M2Pro的Mac mini用户 除了像这样连接三台显示器 你也可以在桌面上 时刻展示着四个用雷利口连接的硬盘 除了比M2款mini多了两个雷利口以外 M2Pro的Mac mini使用上线也变得更大 它本身的外形非常精致 轻便的机身 还有不逊色 低配Mac Pro的性能 现在真的已经超过过去那个 爆撕器Mac Pro了 所以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 M2Pro的Mac mini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但是苹果还是那个苹果 只要你稍微上一点配置 它的价格又会跟入门款的Mac Studio一样 你仔细看 你看这是这两个价格 你会选哪一个 虽然M2Pro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 是要强于M1 Max的 但是也仅仅是CPU的表现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 它俩的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但Mac Studio比mini多了正面的接口 有着更好的散热 以及需要加钱才能上的万兆以太网 这么一看一看 虽然Mac mini是更轻薄一点 但是你又不是把它随身 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来上下班 对于一些专业创作者来说 目前Mac Studio M1 Max 是我个人会更推荐的一个选择 Mac mini本来我是不会考虑 在公司的采购范围内的 但是得益于苹果在Arm架构的全面转变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们公司的DIT 混音 以及一些平面设计的同学 现在都用上了M1芯片的Mac mini 作为最便宜的Mac 有的时候真的我感觉会像是 你再买这个芯片和这个系统 再送这个电脑 相信这也是大多数同学想要体验 苹果Arm架构的一个优秀选择 4499价格 学生优惠之后只要3699元 而入门款的MacBook的价格 差不多是它的两倍了 这样省下来的钱 完全可以购买一个更好的显示器 或者一台iPad 再加上我们给影视飓风的功夫 都还有找零 这里也不得不夸一下 现在的MacOS的通用控制功能 在同一个网络环境和账户之下 除了可以用Mac的触控板和键盘 可以用来控制你的iPad iPad的键盘和鼠标 你可以反向用来控制你的Mac 这个功能是我之前没觉得很重要 但是这次用Mac mini的时候 感觉挺好的 所以你不需要额外的设备 用一台iPad 还有Mac mini 你就可以组成一台MacPad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配合上触控比 在一些需要抠向 或者选区的软件中使用 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 当然现在还有continuity camera 这也是一个我之前不重视 但后来发现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把iPhone的摄像头 作为Mac的摄像头 除了支持Facetime 现在一些会议软件 微信 这些常用的办公软件 也都可以使用 还可以用来直播 画质也非常的好 还没有延迟 虽然目前这样的组合有点离谱 只是给你举个案例 还是有很多小bug 没有办法像一台MacBook这样好用 但是你也能够看到 入门款的Mac mini 能够给你提供的价值还是不少 它甚至还可以作为一个智能设备的终端 有些土豪的家里我会看到这样来使用它 除了用作NAS 旁路由HomeKit的这些常规操作 Mac mini同样也支持HDMI 2.1 这就意味着它目前就是一台支持8K 60Hz 超高解码 不应该说性价比很高 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电视盒子 如果你家里恰巧有一台8K电视 Mac mini真的是一个挺好的用它来做放映的选择 但是怎么说呢 这次苹果有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但是 我以为过去M1系列那种低配硬盘速度慢 会在M2系列被修正 但是这次我们发现 入门款的Mac mini的硬盘读写速度 相比于M1入门款的Mac mini 写入速度慢了接近30% 仅有1500Mbps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入门款的Mac mini上出现 在入门款的MacBook Air上也存在 原因也很简单 是芯片数量的问题 上一代是2块128G的 而这一代只有一块256GB的 更多的硬盘往往同步读写 速度也会更快 当然不是从事重度的生产力活动 硬盘速度降低对于实际体验的影响 没有这么大 但是你想 就是我加到512G就要加30%多的价格 苹果 合理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聊聊M2 Pro和Max这两款芯片 相比于上一代有了更多的CPU核心 还有GPU核心 M2 Max晶体管束比上一代多了100亿 现在到了670亿 多了两颗高能效核心 并且得以更高的内存接口速度 统一内存也能够达到96GB 当然只有38核GPU的M2 Max机型 才能够选择这个内存选项 96GB的统一内存 对于像AE之类比较吃内存的软件 还是挺有价值的 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的Max和Pro机型 我们公司大部分还是用在视频剪辑 上一代的64GB内存也足够胜任 没有太大问题 而在跑分上 CPU方面 M2 Pro和Max相比上一代 有接近20%左右的提升 还挺大的 而在GPU方面 也有着接近35%的提升 但值得说一下是M2 Pro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我们在CPU上都是要强于上一代的M1 Max 而在GPU性能上 更多核心的M1 Max 目前还是略胜一抽 所以这就意味在祖传Mac游戏CS GO上 M1 Max的帧率还是会比M2 Pro 高这么一点点 M2 Pro并没有完全实现超越 这个稍微有点遗憾 当然相比于老大哥 M1 Ultra在性能上的表现 虽然M2 Max在GPU性能上 已经非常接近了 相差不到10% 但在CPU多核分数上 还是有着接近50%的差距 所以在M2 Ultra发布之前 M1 Ultra依旧是目前 苹果ARM架构芯片里面 最为顶级的存在 但性能参数真的只是一个方案 关键是这样的性能 在实际工作中 体验到底怎么样 我可以先给个结论 提升是有一点 但没有那么大 在达芬奇不同格式的转码 以及极限导出测试中 M2 Pro和Max的导出时间 是这样的 对比上一代会快一点 但是并没有像跑分提升那么明显 突然在Blender渲染测试里面 和上一代用时也是非常接近的 并且我们也对比了 M1 Ultra的导出测试时间 除了处理R3D RAW素材上有点差距 其他格式导出时间 几乎都是一致的 所以真的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 我觉得M2 Pro的Mac已经足以完成 绝大部分的生产力活动了 -4K 4K 60帧 各种索尼加能的素材 都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必要上Ultra 同时另一方面 也说明导出性能的瓶颈 已经不在于芯片本身 而在于软件和硬件的优化 这些短板上面 说到软件 无论是雷电的写入限速 还是达分机降噪的卡顿 还是音频导出的时候莫名的消失 这些让人抓狂的问题 在第二代的M芯片上 苹果还是没有解决 但是当初导出碎掉 那个视频素材碎掉的问题 这次我们测试没有遇到 所以不是完全确定 它是不是被修复了 但是目前的话 总的来说PC我们还是得用 如果哪天这些上面说的问题都被解决了 那会发个动态 再来告诉你 所以总的来说相比于两年前 苹果ARM架构质的肥油 现在的M芯片升级 就变成了一种例行的更新 如果你没有很强很强的生产力需求 并且你是第一次接触苹果电脑 那相比MacBook Air 我可能会更给你推荐Mac mini 那作为台式级的话 更多的接口 更好的散热 以及更便宜的价格 还是十分具有性价点 那也许在将来 我希望我们能够用100台Mac mini 组成他们发布会时候 呈现出来的那个渲染阵列 来满足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个转码需求 也不是没可能 但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就目前苹果产品线划分 已经非常细致 在预算内买一台Mac 来满足你的需求 相信它的性能是不会让你失望 那对于之后的M2 Ultra 还有三纳比的M3芯片 我还是比较期待 但是我真的希望苹果在往前冲的同时 也能在一些软件的适配 还有体验上 再努一把力推一推 不光做到性能上的Max 也能实现体验上的Ultra OK 这就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那么我们下次见